你是 十三先生是我 昨天被你取消LB代言那个人 哦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想要为上次耍大牌 对你们无礼的事情再一次地向你们说声抱歉 我真的知道错了 既然事情都过去了 那就让他过去吧 事情还没有过去呢 我想求求您不要取消我的代言资格 我这个代言来得真的很不容易 要是没有了的话 我可要赔偿天价为约见啊 那我就活不下去了 感情道歉是假 道德绑架才是真的 不不不 我哪里敢道德绑架十三先生 老实告诉你吧 代言并不是我取消的 而是LB集团研究决定的 我并不参与实际经营活动 你有意见应该去向江飞龙甚至是罗伯特说 开什么玩笑 如果道歉有用的话 还要捕快做什么 我现在的原则就是 得罪过我或者我身边的人 那么他就一定要付出足够的代价 我去求过他们了 可是他们说什么都不肯答应 那我就没办法了 大姐 这里是公共场合 还有那么多记者 如果你不想继续丢人的话 就尽管时下 对对对 六爷说的对 那我等人少了再找十三先生 你要是敢再纠缠我家先生 不要怪我对你不客气 此计刑不通我还有另外一计 拿出我的杀手锏 我就不信你不心动 今晚有点晚了 我们改天有空 再过来看其他的展厅吧 听你的 那我们回去吧 跟上去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回属于我的代言 跟上他们 恩好的 哼 以我的绝代风华 还愁他不会乖官束手就擒 刚才我求他原谅他不点头 肯定因为我手上没有东西 所以他不会平白无故原谅我 对对对 肯定是这样 一百万华夏必买他一个原谅 这怎么样都够了吧 哈哈 说不定他看到我这个大理 立刻就喜笑颜开 反过来向我说对不起呢 水仙姐 你这招高明啊 完了 他们好像要拐弯进一个私人大别墅了 跟上 可是那是私人别墅 我们进不去呀 那我们先驾车观察一下 我的天哪 这里真的是那个十三的加码 那么大的别墅 没有个几十亿怎么下的来 突然觉得这个装着一百万华夏必的箱子 有点轻飘飘的 根本拿不出手 队长 三号报告 有两个女人在外面门口逗留 其中一个女人似乎拎着箱子 不知道要干什么 高度重视 给我盯紧一点 必要时候通知六爷 是 队长 水仙姐 这里好气派 我们确定要拿着这一百万华夏必进去吗 算了算了 我们回去吧 这几区一百万怎么看得上 知道她的家在哪里 改天再来了 好的 队长 好像不用报告六爷了 怎么回事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是想偷我们的石狮子 结果发现太大的抱不走 直接吓跑了 原来如此 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女人 加强警惕 继续注意观察 我们要确保十三县城的安全 万无一事 是 系统抽奖 恭喜宿主抽到爱存不存银行 32.5%的股份 品牌价值5678亿华夏币 您已成为第一大股东 股权证书以存放置系统空间 这可是我们华夏最大的民间商业银行 截至目前 已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3780家 实现境内省级行政区域服务网络的全覆盖 机构网点辐射全国156个经济中心城市 更与境外1000多家银行建立了代理业务关系 代理型网络遍及五大洲1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5个城市 建成了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区的结算网络 这个实力可真是太牛了 哈哈 资产太多太招摇 得找他们帮我隐藏重要的信息才行 可恶 我王小骂从小到大就没丢过这样的脸 吃过这样的亏 我一定要报复回来要你们好看 喂 三叔啊 我被人欺负了 谁敢欺负我们家的小工具 昨天晚上在LB的时装周上 有几个人对我疯狂炫富 公然打我脸 我好伤心啊 谁吃了雄心豹子蛋了 我听到原家叫他十三先生 我来收拾他们 多谢三叔 哼 我就不信了 由我三叔出手 这没有办不成的事 为了双重保险 找大伯助力一波 大伯 你可要为我主持公道啊 怎么了 王小曼听油加醋的 把那晚在时装展门口发生事情 描述了一遍 哼 居然敢欺负我王家的人 要是以我们王家这么大能量 还不能替你复仇 也就别自称百年是家了 多谢大伯 多谢大伯 怎么还发那么大脾气 我都伤得那么严重了 还像你认错了还不行吗 哼 老娘又不是生你的气 我是生昨晚在LB门口 遇见那三个人的气 我何曾受过那么大的屈辱 不准他们我咽不下这口气 我已经让大伯和三叔出马了 让他们知道得罪我的后果 小曼 这多大点是呢 何必要搞那么大的动静 能拿到鸾金邀请函 肯定不是一般人 别最后伤递一千自损八百啊 滚 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脑种 指望你肯定是不行了 你放心 一人做是一人当 出事了我绝不会连累 你们懂家 哎呀 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小姐 王总让我调查那个十三 信息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了 哦 好 干得不错 哈哈 原来这个十三是个小憋三 孤二一个 现在还没有固定的工作 这你的也不过是 必是集团的高级打工仔而已 那个邀请函 估计就是通过不正当手段的来的 哼 要是被有钱有势的大事家公子欺负 我也就捏这鼻子人了 居然改了我 那我就先从这里的入手 把你所在的公司的都搞倒闭了 看谁还敢要你 要是在家族生意上 你也能这么上心 那你们盲家的生意 就不是今天的鸟样了 家族建设你不在 千里投赌你最快 喂 张总 我们合作一个事情 喂 小宇 怎么了 周总 大事不好了 我刚接到张平和苏志国的电话 他们名下的金融公司 以各种名义突然要抽贷 什么 抽贷 对 他们同时中断了对我们的贷款 还强制抽掉了我们一千亿的资金 我们目前有十几个新酒店项目正在施工 突然断了资金链 这可是致命的打击啊 对啊 这可怎么办啊 你先去找他们问清楚是什么情况 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更好的 怎么了 谁抽贷了 万行金融合同打金融 没事 先让王红出面去调查一下怎么回事 集团这边的资金不够的话 我来安排 好的 那我现在去公司 酒店群集团是全权交给王红和周琳负责 而法人代表写的也是王红的名字 对外并没有公开我的资料 所以这次暂时不动我的现金流吧 正好可以借这个机会和安平证券的零件合作 喂 林总 十三先生 您好 突然给我来电话 是有什么指示吗 哈哈 给你介绍一单生意 有兴趣吗 哦 是十三先生介绍的 肯定不会差 是哪家公司呢 毕市集团你听说过吗 毕市 这个集团不是也在我们泰安大厦吗 嗯 是这样的 现在以你公司的名义 借贷给毕市集团 我来当个担保人 借贷产生的收益 都归由你的金融证券公司所有 哦 十三先生谢谢你 您放心 不用您担保 我信得过您 像毕市集团这种稳定的企业 只要有资金周转 那借贷给它必定是文赚不赔 十三大傲身价都上万亿了 摆明了给自己介绍生意送钱来了 哪里还敢要它的担保 嗯 行 张总 苏总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 你怎么办事的 对啊 我们一起给那个毕市集团抽贷 断了融资渠道 结果他们找到了安平金融证券的零件 人家一口气给他贷款了两千亿华夏币 他的实力比我们加起来还强啊 我们之前的盈利几乎都靠他们 毕市集团的贷款利息 现在可好 听了你的话之后生意没了 别急别急 我答应你们的事情肯定能兑现 你最好说话色话 不然可别怪我们不手机哟 嗯 我找安平金融的零件问问什么情况 林总 你好 我是王小曼啊 对 王景山是我三叔 小曼啊 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 我三叔和大伯想今天晚上请你吃饭举一举 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可以啊 那时间地点我发到你手机上 很好的 林叔叔 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还请您收下 哈哈 小曼你见外了 我无功不受录啊 连总 这是小曼给你的见面礼 你就收下吧 对对对 收下吧 这个雕塑是我脚国内的名家 为林叔叔您量身定做的 名叫牛气冲天 祝愿您的生意牛气冲天 越做越大 这礼物那么贵重 至少价值上千万 不好意思 我不能收 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林叔叔 我听说您最近在和碧石集团合作 想不到小曼你对我们金融圈这么熟悉啊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请您来试有个小小的请求 请讲 我就猜到金满的饭局不可能会是单纯的吃饭 您看一下能不能终止与碧石集团的合作 嗯 终止合作 这可不行 诶 这是为什么呀 老银 你这样可不聪明啊 我们王家的能量你是知道的 王家的能量我知道不小 你们的礼物也很重 可惜我拒绝 不好意思 失赔了 诶 怎么回事 你要对付这个碧石集团是不是背后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底牌 不然林剑怎么会这么不给面子 是啊 林剑这人不是傻子 他之所以拒绝我们 我看必有隐情 不可能 大伯 三叔 你们别挤 我再查查 十三先生 我有个事情跟你说一下 我刚刚被王家的女儿王小曼邀请过去 她要对我中断对碧石集团的资金支持 嗯 好 我知道了 那有什么需要我帮得上的吗 暗示还没有 谢谢你啊 林总 能帮到十三先生是我的荣幸 十三先生 查到了 那个张平和苏志国背后的大金主 其实是爱存不存银行 爱存不存银行 笑死 这不正是我昨天抽到的银行吗 对的 他们所谓的金融公司只是二传手 英字银行 那他们就是通过关系从银行处以相对低廉的利率贷款出来 再放贷给那些需要钱的集团 从中间赚取利息差价而已 对的 说白了就是仰仗爱存不存银行过日子的两条狗而已 要是没有了银行的合作 看他们怎么蹦的 现在既然知道了幕后黑手 要对付他们简单 哈哈 十三先生 你想怎么做 稍等 喂 是我 十三 喂 师总 是我 十三 十三先生 您好 请问有什么吩咐吗 重要的事情并没有 只是我想核实一下 我们爱存不存银行是否与张平 苏志国合作 有 他们两人都是养掉我们爱存不存银行贷款信托 开金融公司的 嗯 从现在开始 立刻断掉他们的资金往来 解除信托关系 好的 我马上去办 张平和苏志国是不是惹到十三先生呢 这两人一直都是我们银行的长期合作对象 平常跟我的关系也不错 但是十三先生现在是我们的第一大股东 这是第一次找我办事 选择谁我还是拎得亲的 可恶 说好的给我们一个亿的辛苦费呢 怎么还没到账 现在必食集团还没破产呢 再说吧 我看你就是忽悠我们打头炮 我告诉你 混蛋 什么东西 这是耍我们呢 喂 石总 您好您好 张平 我现在要代表我们爱存不存 银行正式通知你和苏志国 我们的合作从现在起终止了 石总 怎么了 是不是需要上贡的 我们这就准备去 不用了 从现在开始 我们银行不会带给你们的进入公司一份钱 之前的贷款必须尽快还清 不然法庭解 石总 是不是我们最近做错了什么 你们没做错什么 只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石总 我们两人全靠你们银行过日子呢 如果您现在终止合作 我们只能死了 我对此无能为力 你们好自为之 都怪你鬼迷心呛 当初非要答应王小曼出手得罪了王红 肯定是他背后有人报复我们 过曹 说曹操曹操就到 王 王总 你怎么来了 你这不是明知不问吗 大哥 大哥住手吧 我们知道错了 对啊 都怪我们鬼迷心呛 站起来说话 是谁主使你们做的 说不说 我说 我说 是王小曼指使我们的 他说那天晚上LB集团时装秀的时候 你们当中有人冒犯到他了 所以他要先对周小姐下手 对对对 他说我们抽贷之后 就给我们每人一一划下币 作为报酬的 区区一一划下币 就被收买了 你们真不值钱 这谁啊 在他眼里一个已居然还不值钱 那什么值钱 你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们原谅我们吧 我们将功不过 对对对 要我们做什么都可以 那行 给我跟踪监视他 有什么风吹草动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我们家先生说了 既然敢主动挑衅我们 就要有能力承受相应的后果 对了 我叫六爷 谁 六爷 走了 拜拜 恭送六爷 气死我了 我迟早要报复回去 混蛋 要不我陪你出去走走吧 再带下去家都要被你拆光了 滚 老娘不用陪 我自己出去 哦 开 跟上去 有任何风吹草动摇上报六爷 我好好 卧槽 这样也行 森林公园什么时候让开车进去了 赶紧留下证据 咱们给他曝光了 就叫奔驰女开车进森林公园撒谎 嘿嘿 对对对 感受一下大自然 心情都好多了 今天 开着大奔进来森林公园散散心 呵呵 我能做到你们都做不到的事情 羡慕极度恨吧 啊 卧槽 哪个滚蛋在门口拍了我 还发上网 开车进特级重点自然保护区 这女的谁啊 这么牛逼 估计是有关系的人吧 一边是小心翼翼的保护 另一边是肆无忌惮的糟蹋 心都凉了 太可恶了 门口都写着禁止开车进入 就是怕压坏了那些珍稀的动植物 人家有本事进去 你们算什么 一群臭穷逼 一时间 各大运营号也纷纷跟进 此时 王家的家族聊天群 也开始热闹了起来 漫宝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开车进去森林公园了 被人拍到了 都上热搜了 怕什么 都是一群穷逼在作妖 马上打电话让他们撤掉热搜 不然就不跟他们合作了 没错 如果真敢得罪我 我会带着人去查他们公司 二哥三哥为伍 这种亏影响不好 必须马上平息掉这件事情 撤热搜 删帖子 删图片 这个要花点钱 家族平摊还是慢而来 慢饱出发 让他吃点亏 以后好稳重一点 爸爸 下次我会注意到 就这样 才半天时间 这个热搜排名就不断往下掉 然后最后消失了 什么情况 速度这么快就撤销了 这王家的能量不一般 马上告诉六爷 六爷 您快点看一下新闻 王小曼开车跑进海豚森林公园撒欢 被我们拍到上船网上都上热搜了 但是一会儿又被撤下来了 好 知道了 你们继续跟踪着他 遵命六爷 十三先生 您看 呵呵 呵呵 我正想着应该怎么对付他呢 结果他却把刀子递给我 以为撤掉了热搜线流就可以了 太天真了 张总 有个热点新闻 需要你那边倾斜一下流量 我把他推送给你 好的 十三先生 都说叫你不要到处搞事情了 现在好了 出名了 放心 我王家已经给了钱让热搜撤掉了 他们也不会再发的了 至于那些平民 呵呵 能耐我何 呃 事情处理掉也好 免得给我们两家招惹麻烦 哼 这次事情一定是那个碧石集团搞出来的 等着吧 我一定要那个周灵好看的 你又要惹什么事 什么叫做我惹事 我有权有势 开车进入森林公园怎么了 如果不是他们搞鬼 我怎么会丢这个脸 算了 你的神罗接我惹不起 我去书房睡吧 喂 三哥 怎么了 慢跑 误好了 啊 啊 啊 儿子 小护 小护 被认裂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